你干嘛呢 啥子 搬啥手 你不买你不要给你丢了 好吧 你手里咋买的 六块钱一斤 三块钱一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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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真的买不了 这个我进货都进不当 可以三块吗 可以 三块钱一斤 我要给你吃了 这个真的买不了 三块钱一斤 我要给你吃了 真的不行 这个真的不行 大哥 哎呀 搬啥子 哎 你干嘛呢 搬啥子 搬啥手 你不买你不要给你丢了 好吧 我在本地 搬啥手 怎么不关我 是啊 他是我朋友 好 你多关心事 阿妹 阿妹 哎 王哥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跑到这里卖水果来了 就不是 我现在极有钱了 所以就 卖一点水果 急用钱了 怎么了 这不是快九月份了吗 我的学费还没有凑起 没凑起学费啊 你不是不读书了吗 我就是想去读那种美容美发嘛 但是我父母不同意 为啥 他们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 这什么逻辑啊 女孩子要读啊 那也没有多少了 要不我跟你买了吧 我们回去吧 好吧 这么多你吃不完吧 哎呀 这也没有多少 我就拿着回去慢慢吃嘛 那好吧 那谢谢你 啊 那行吧 那我们回去吧 啊 好 那个这个坏的就不要了 走了 那走吧 走吧 回去了 哎 王哥别站着到家里来坐嘛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啊 谢谢 哎 这个是谁啊 这是我奶奶 奶奶啊 奶奶你好 奶奶 你好 啊 不会说普通话是吧 哦 我跟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 哦 饿到不饿 没事的 没关系的 没事 我去给你做饭了 哎呀 辛苦 辛苦 阿妹 哎 王哥 你做吗 哎 哎 怎么没看到你小妈呀 我小妈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去跟我邻居打牌去了 打牌去了呀 他还有这个时候啊 嗯 对呀 但是他每次打完牌回来都要发脾气 指不定今天晚上还会对我发脾气呢 他是不是经常输钱呢 对 哦 那一家人的这个压力都在你爸爸身上了啊 对呀 嗯 我爸爸他在县城里面上班嘛 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 嗯 我们一家八个人都是靠我爸爸眼睛的吗 我 我们四个姊妹还有我爷爷奶奶嘛 哦 这样啊 哎 那你怎么会突然想着去学那个美容美发呢 嗯 就是我们这边的女孩都是早早的家人嘛 在家里做水道就是做玉莲 我可不想像他们的这个样子 我想学一门技术然后改变一下家里的生活 哦 这样子啊 哎呀 不用那么麻烦了 真的 哎 王哥 我们今晚就吃这块腊肉吧 不用了 我吃过饭了妹妹 没事 这是我们自己自己 自己 自家的这个很好吃的这个腊肉 不用了不用了 你听我说妹妹 不用太麻烦 因为你看小妈也没在家 然后天都黑了 万一被邻居说闲话就不好了 没事 你吃了饭再走吗 不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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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 呃 那个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水果钱 你这边拿着吧 哎 没事 那个送给你吃了吗 啊 不能不行不行 你也不容易 你一定要拿着 但是也用不了那么多呀 呃 用得了用得了 你听我说 多了的话就拿着去交学费嘛 然后你看你也不容易 好吧 那吃了饭再走吗 不吃了 不吃了 那我就先走了 妹妹 那好 慢慢睡觉 嗯 那拜拜了哈 哎 我们要等一下 哎 怎么了 那你还是把这块腊肉带走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真的 我我不煮饭的 没事 你带走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每次来这里都不吃饭了 你拿走吗 不用了 不用了 你还是拿回去吧 等下被小妈知道了就不好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拜拜了啊 拜拜 拜拜